哈喽各位熟伙们大家好 今天是给大家来一个超防射游戏 今天我们有使用这个游戏的飞机 飞机造火了 然后装这个超速上去 让它造火了 所以咱们就把这个火给加冽上 然后看看这个 这个的话有好多这个 这个超防射 这防射再给这个飞机 所以先把它燃热 这样 看这个飞机应该是 我们在超防射游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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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这里火好像特别大 特别大的话 反正是一个 然后一看超防射游戏的效果 到底没有那么理想 看一看怎么消灭了 他好像又早了 你们你们这是要逼我动大招了是吧 小药 这可是没有逼我了 好 咱们回去 诶 我在小两家玩 咱们回去 咱们回去 然后回去了 台北的消防车 咱们那个消防车 这个水床 那现在这么远 应该灭得到 诶可以 可以灭得到 就是 那些 你们 喜欢咱们的小伙伴 别忘了 订阅 订阅 我们在这里 就能够跑 谢谢你们 啊 这个火烧的更大 是不是 太大了 哇 怎么这个水枪好厉害 好酷啊 是吧 但可以了把这个火雾 这个真的有 应该有好几十公里 是吧 所以说留一点 留一点咱们拿这个 从小水箱过来 来那边 感觉一下 生活是吧 咱们要战斗在第一岗 岗位上 走 那边太平常已经让我咱们去浇灭了 还有一个垃圾桶 好 这场的话 在上面还有一个垃圾桶 那场这个车房车 用这个高压水箱 空的话以后就可以拿去 这个 这个超级色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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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少这些运力会被人的运动 他们的夸决会在6号的线 再见 好 绝对 请稍微